曾智慧現任太太朱石珍8月3日病逝 家屬8月9日於大圍寶福紀念館為她設靈 這日清早舉行大臉儀式 其後一眾親友前往大嶼山寶蓮市 朱石珍骨灰瓶安放於寶蓮市旁的海匯塔 這裏也是梅艷芳骨灰安放場所 中午時份智慧與曾國祥及兒式黃敏翼離開火葬場 智慧同意指停下接受傳媒訪問 指一切跟從太太醫院安排 最主要是她的遺願 我們父子都希望完全跟隨她的意思 她本身是一個很低調的人 她一直想海藏 一切從簡 雖然難過 但智慧說一家人都有心理準備 所以對我來說也不是太突然 對她來說也是一個不需要再痛苦的事實 因為實在她病了十個月 兒子很乖 一直都陪著她 其實她自己也經過這個過程中 我們最想的就是她不要有痛苦 那現在是甚麼癌症 其實都很多種 新國祥今年五月奪得金像獎最佳導演 她說是送給媽媽最好的禮物 因為我記得當時最開心的 其中一件事就是和她在醫院一起看直播 總之宣佈得獎的時候她很開心 抱著我大家都在哭 我一直都說我希望她是我給她最好的母親節